课纲维条争议风波延续了近一个月 原住民族团体也曾到教育部前抗议 呼吁政府将原住民族历史文化 内容措辞不当的部分修改 将历史文化更真实地呈现出来 并要求未来的课纲审定委员 更应该要有原住民级代表 而家长认为现行教科书 对学生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我们当然是担心 因为很多的教科书 对我们本土的教育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的教育 实时上是非常欠缺的 比方说我们自己本身 对自己的文化 如果从教科书来知道的话 就很像是在 我们在所谓的导览手册里面 一个简介而已 并不是杂根的 我真的觉得 对原住民民族教育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在课堂教育上 就是不要说课堂上 就是在教育方面 真的是缺少我们原住民文化教育 而屏东屋台乡的阿里部落 目前积极推动 沉浸式足语教学环境 更透过家庭足语学习功能 培养学龄孩童从小说足语 家长认为与其等待政府 制定完整的民族教育政策 不如先行动由部落 教导孩子族群的历史文化 部落特色课程的话 就是从文化的这个附赠 还从语言的附赠开始 应该是可以我们自主的 在部落里面来发展 我们如果又期待这个政府 来帮我们引导的话 事实上我是今天舍尽求援 先求我们自己本身做情 我们来试试看 家长认为台湾原住民族的 历史文化或许在教课书上 无法真实的呈现 但传承不能停止 能做的就是透过部落发展 特色教学及语言学习工作 向下扎根 这里要往阿利夫台北市采访报道